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没有很大的特别之处 但是呢 它在背面的配置上面就比较特别 它的手机的镜头啊 在镜头模组附近有四个LED波关灯 有环形方式围绕着这个镜头 然后呢 在香港好像是没有这个红色的版本吧 但是就有黑色的版本 那其他方面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有一个 三灯五M的一个插口 然后呢 在这边接近这个 左手边吧 左手边的位置 就是两个立体声音扬声器 那横放来看影片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放 那看上去就会比较 声音的效果会比较好 因为它还是有一个不比的认真在这边 正面可以看到有三个功能按键 就可以看到有八个接近按键 然后就有四个这个Fulken App的功能 那除了这四个以外呢 我们在接电话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个Fulken App在这边 放出来 而不是用一个全画面的方式来中断使用节的工作 那其他配置方面呢 在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有 插卡的位置就是MicroSD跟新卡 然后在接近基点的地方呢 就是一个MicroSD 上面是一个音源按键 那电源按键呢 其实就放在基点位置 虽然在这么一个大手机上面呢 这个电源键放在基点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吧 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365mm 那系统方面呢 它是采用一个Android 4.2.2的系统 在界面上面就是一个Fulten UI了 那虽然是它是一个自己的UI 但是呢 在功能上面并没有很大的特色 就是一些很贴近这个原生版本Android的一个程式列表 相机方面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1300万画素的解像度 刚刚已经说过 但是呢 比较特别是它拍影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一个视频上面呢 看到有一个绿景模式里面可以选4K 2K 就是一个4K影片拍摄的一个功能 那在手机上面是比较少看到的 上一部看到这个功能的应该是三星的Galaxy Note 3 另外呢 它还有一些快速FHD慢动作速食摄影的功能 那大概就是这样吧 它的功能比较特别就是在这个拍影片的方面 简单的动作就到这里 我们相信将来还是会有机会在Podcast或是在屏幕里面 不知道是哪一个了 总之是应该会有机会在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参加更多的客户 如果能提供取得的更多来这些更多的更多藏 我们的 关注入我们的 Dit架 将来我们的生活为两位浅上一下 我们的集团 的包图在我们的里面